Hello everybody,这里是腔导 接下来的几期视频 我将带大家一起逛几家首尔的文具店 这次要逛这家可以说 是我遇到的比较齐全的店了 无论是品牌还是种类都特别合我的胃口 让我们一起逛起来吧 这家店里的布置特别美 基本上都是木头的展示柜 简直就是长在了我的审美点上 我在这家店里足足逛了三圈才走 现在放的音乐就是他们的店 店里面的音乐 这套便利贴好简单好好看 而且才十块钱一本 这边架子摆放了一些本子嘛 现在我手里的这个本子 我在某宝上查了一下 它是一个日本叫Live的笔记本 它空白方格还有横线三种都有 看啊里面竟然还有一间 一言忘却就是两个字 舒适 这个大木头架子我本身就已经很喜欢了 它里面放的不知道是素材质还是装饰画之类的东西 咱也不买 咱也不敢动 镜头转向这边有一些印章 大多数是日本 Kodomunoko这个牌子的 这边有一些特别韩系小青心的小贴纸 我们来看看他们家都有哪些胶带 一个来着只是现在不知道给我丢到哪里去了 上面一排仓夫一将基础款的胶带们 每卷18块钱左右价格还是挺合理的 TN的护照内心他们家也有 我就喜欢这种满是划痕 保金沧桑的皮子 这边的油票素材包都还挺好看的 但是某宝的9块9油票值得你拥有 他们家也有我经常用的松野屋的铝制手杖夹 这个一个才四五块钱 某宝上可以买到 一个周计划的小编签本 这边还有一些笔类的 我就不给大家一一试了 这个尺子看起来还挺有意思的 应该是把它展开能够好长好长的那种吧 我在某宝上也没有搜到 只知道它这个牌子是一个德国的牌子 这个扣子我一开始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 后来才知道原来是穿在TN的绑带上 这边几个小印章小小的感觉很适合那种 家里有孩子或者幼儿园老师 给孩子印在作业本上那种 这个应该是笔墨纸燕的那个燕吧 拿起来特别有手感 这个变签纸如果配上一手漂亮的小凯 当作给别人送礼的附赠变签 简直太有格调了 而且这个样式很适合送长辈 这个东西我上某宝上查了一下 是一款来自意大利叫Genius牌子的手握式订书机 这边的几款橡皮是杰克的酷喜乐牌子 某宝上也都有卖的 这个是那种塑料的夹子小书签 这个竟然是Midori他们家出的 我真是太爱Midori了 一款左边带半右边周期化的本子 这个牌子在某宝上我没查到 这台桌子下面的抽屉也满满都是铁画 总之就是你眼之所及全都摆满的东西 非常舒适 忘记介绍刚进门的这排架子了 这边满满一排都是圆形的标签贴 颜色偏向饱和度比较高的亮色那种 这边有一些美丽的复古剪刀跟金丝线 到这里为止 文具店的部分我们就逛完了 接下来是彩蛋时间 他们这栋建筑的一楼是咖啡厅 二楼是我们刚刚看到的文具店 三楼呢就是大家现在所看到的装饰品店 谢谢大家看到这里 本期视频马上就要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分享的话 欢迎一键三连加关注我 我接下来会出更多的探店视频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